阴暗这个词啊 当然我们排除到物理意义上的 黑屋子啊 什么这个阴暗 没有阳光啊 单说这个台湾当局 这叫心理阴暗 阴暗什么 比如没有同理心 没有同情心 对对方充满了敌意 甚至在底下使一些小动作 某种意义上心理还可能产生变态 这其实是对于这个心理上的阴暗的一个笼统的概念 那么这些概念放在当下的台湾当局身上 特别是大陆推出了26条之后 台湾当局的反应上 你说 他比喻的是不是非常的恰如其分的 首先没有同理心 没有同情心 这对于台湾当局来讲显然是这样的 26条是针对台湾的企业 台湾同胞给予的大陆方面的一系列的相对政策 这些政策的推出 是大陆汇集到台湾同胞的具体的措施 至于你想受不享受 那么你是不是愿意参与 或者说你能够享受哪条 这完全是台湾同胞台湾企业的自愿 这何来的 说是大陆去干涉台湾的这种选举 这样的一种说法呢 那么其实就是一个对于台湾同胞展现的善意和诚意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民进党当局一直秉持着一个台独的理念 那么这样一个理念 就让他希望能够跟大陆的一切连接都切断 最好台商都不去 最好这个台湾人跟大陆没有任何关系才好呢 所以你大陆推出的相应的政策 在民进党那他就认为 你这样的政策又吸引台湾民众 又确实对台湾民众有好处 那肯定对你有好处 对我就没好处 所以一亿的阻挠 所以选举之前 民进党说出这样的话 一点不奇怪 但是这样的话 如果有人信 那才奇怪呢 这些话明显违背了基本的事实 也违反了两岸之间未来发展的历史的大势 从这个角度来讲 民进党的这些所谓的话语 确实是从一个阴暗的心理来出发的 当然了 话语阴暗最终也必将被阴暗所吞噬 两岸和平发展 这是一个大势 谁也挡不住